接着呢我们来把这个带盖和那个带子的位置定一下 配下底部 接着我们这个从后面这里开始哈 这个带盖的位置 这个带盖呢就是张翅膀的啊 那我从这里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呢 胸围线上去1.5到2.5之间 然后这个距离 靠后中是0.5 不要超过0.5了 因为这里距离越远了 那么两个翅膀呢就会很难看 然后呢我们从这里画过来哈 3.5 然后呢我们从这里 这个呢是给它1.9 就是跟间斜的比例是一样的 3.5比1.9 求的呢这条斜度 这个斜度呢是 就是带 就是后带盖的宽度 11公分 那我就把这删除了哈 然后呢做平行线 我们定出这条线来了 是不是 这个点 直接做平行线 5公分 带盖的高度 那 然后呢 点击起来 就把这个画出来了 模式贴呢就测在正中间 好了 这个是位置 我们定好了 定好了之后哈 那么一定要记住 不是所有的码数 我现在讲的是140的码 那么呢 像这个 那130的码肯定是比这个 要小一点点 150的码肯定是要比这个大一点点 但是这个位置是始终不变 像这个0.5是固定的 你要加是往这边加过来 好了 那么接着我们就是讲一下前面的带子 前面的带子 我们这是腰节线 这块 看清楚哈 腰节线 我们从腰节线呢 下来4厘米 定为带子 这条线 OK 我们这个带子呢 要考虑到两点 一就是我们搭好拉链之后 这个门筋扣过来 肺不会盖住带子 我们这里是门筋 那我这个门筋呢 我这是前中 刚好我们做好的成品的这个门筋 是正好在这个拉链的正中间 就是对半分 那我这条线 这是6.8 我们把它平分 那么这里呢 就是拉链的正中心 好了 我把它摆放过去 我用别的颜色线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就用一个 蓝色线 这样子 撤好的门筋 是这里 是从拉链的位置 这里开始 从这个位置 这样摆放好 摆到这个位置 那做好的成品 这个门筋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来 把这里线 拉过来 到门筋这里 把它分成 把这一段分成两段分 好了 那么这里两段分呢 这里呢 我们从这里 下来 这个宽度 也就是说 这个带子的高度 我们定 18公分 宽度呢 我们就定 16公分 那么一边 就是8厘米 这样 OK 连接 那么这个带盖呢 高度呢 我们就定为6公分 好了 那我这里呢 大概呢 我们稍微 比这个呢 稍微长出去 0.05 长一点点 大概要比带子 稍微大 那么一点点 OK 然后呢 我们从这里 下来 1.5 作为带口 这条线呢 是带盖的位置 这条线呢 是带口的位置 这两个位置呢 是不同的 好了 这个呢 我们带子就完成了 我这里呢 用一个颜色的线 我用缝射的线 来代替 这是带子 紫色的线 来表示 这是带盖的位置 大家呢 这样看的 就一目了人了 这个是下来 1.5 这个是16 那么这个高度 总共高度是18公分 OK 那么这里的带盖呢 有一个张势线 张势线呢 我们就是0.6 或者0.7 这样连接 然后呢 我们从这里 平行线哈 三条 那么像这种 你们发不发 无所谓 只是呢 我教课呢 我要把这个 交出来哈 这个就搞定了 现在呢 我们就是 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需要去做一下 也就是后面的 车顶标的一个东西 那我这里呢 是从户中 过来一个 4公分到4.5 我就过来4厘米吧 然后呢 这下面呢 是过来一个7公分 下来7公分 或者7.5 7公分 好 然后画一条线 从上向下7厘米 这呢 我们下面就是3.5 上面是4厘米 下面呢 3.5 连接 好 那么这个是后面 车顶标的 这个门金呢 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主要就是 放在这里摆放一下 看一下位置 删除 好了 那我这里呢 这块 记住 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拉链 这个0.75啊 就不要了 现在就不要了 可以切除了 删除它 最终的 最终的前片 材片 是这样的啊 一定要剪掉 那个0.75 做到这里之后 我们现在呢 就是发 那个 要走的线 就是我们 走的三条线 三条线的定位呢 我们已经定出来一条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呢 是一条 直接连过来哈 这个胸围线是对着的 千万不要有错位 这是对着的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 带子的二分之一 那 把它呢 发过来 也可以哈 你也可以从这里 这个没关系 你直接可以从这个地方 带口 到这里的二分之一 定位也行 这个都没有多大关系 相差不了多少的 那 拿一条线过来 这里呢 拿一条线过来 这里呢 我们做成细线 这就是我们要走的线了 接着我们把这个两条线 上面这个背宽 这条线了 我们分成两等份 好 那么取终点 取终点这里 拉一条线过来 这就是我们中间这条线 好 这个呢 就都出来了 那么这个腰阶线呢 我们就不要了 没有用了 因为我们这条腰阶线的作用 主要就是 在这个基础上 下来四厘米 定位带子的高度 就起做个 这个作用 其他的没有什么作用 好 那么这个口袋 就完成 现在呢 我们就是 还有一个袖口 这些我就都删除掉 没有用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底部 底部 底部我们也标出来 底部呢 我这里 这是实际的长度 这条C线 就做好成品的 这个长度在这里 那我们下面一个翻折边 翻折边呢 我们直接 以这里呢 下面 以C线为对称轴 把它对称上来 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呢 就是 底部的位置 那么前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从这里 给它对称过来 就是下面 下面下去了 3.5 那么我们直接从这条线 上去3.5 跟它是一样的 OK 好了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的挂面 要发出来 挂面呢 我们是直接从这里 5公分 平行过来 5厘米 5厘米 5.5 这个都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是从这里 2.5公分 连接到 胸围线上 下来呢 2公分半的样子 慢慢的重合 直接划到这个位置就行了 里部的位置 直接是在这里 看清楚 挂面也是在这里 不要下来了 下来就藏了 这个位置呢 我们稍微调剩一点点 OK 挂面的位置 什么位置 里部位置 我们都定好了 定好了 这里呢 我们还一个袖口 袖口呢 我们是3公分 发袖子的时候 减了3公分 那我们袖口呢 是这样对折的 放了一条相金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是 有一个6公分 测量一下 这是31.5 31.5 长度 31.5 宽度 是6公分 OK 这个的就是袖口 袖口的相金 宽度 是3厘米 那么袖口的相金 长度 我们在第一课已经介绍了 上面有 那么这个尺寸表中呢 也有 相金长度 全部帮大家算好了 1米4的 我们做到一个19 20公分 这个都可以 这个尺寸表呢 我稍微做小了一点 我做到19 那第一课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的是 20 这个呢 19 20 这个都可以 相差一公分 大一点 没事的 喜欢小一点 就减少一公分 就是了 好了 那我们这些 所有的彩片 就在这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